受到封面的影響 接下来未来几天的天气又会是如何的变化 我们请记者邦彦告诉大家 受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影响 周一周二花冬天气失凉 周三开始东北季风长度减弱 周间几天到周五都会是逐步回温天气 不过花冬仍有局部短暂雨发生几率 出门记得四十增天外讨 9号这一天我们其实是比较多云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气其实比较多云 然后到10号的时候啊 白天的时候啊天气就转好一点 然后太阳可能会出现 然后但是到11 12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整个风向是吹得比较偏东风的 然后水气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雨不是很多 然后可能就是阴雨 然后局部地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雨 然后13 14 15的时候 华南云雨区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可能雨就比较多 然后就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形态 所以这周天气看起来 大概就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形态 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到了周末又有一波封面接近影响 周六各地云量逐渐增多 降雨也慢慢开始出现 周日封面通过 各地都僵尸正雨天气 下周一雨势才会趋缓 有计划这周末庆祝母亲节民众 出门记得期待雨具 记得掌帮远环理事报导